陈小龙从小在黄河边长大 关于捕鱼技能可以说是自学成才 因为家门口的这段水流十分湍急 所以他也练就了在险境捕鱼的功夫 这个属于黄河的中下游 水深大概三四米吧 在那边有个五百米岸角 磨叉差不多十米吧 水急浪高 那个船舶难以通行 小龙 这水这么急啊 我站着都觉得费劲 这怎么捕鱼啊在这河上 首先脚必须得站稳 要不我实力 撒磨的时候身子一定不能我先探 因为它祸得不行 哎呦 你别说啊 这个平时可能还行 但是在这么湍急的水流上 这撒磨我还真有点不敢 要不然你先来 你先试试好不好 失败一下啊 我先下来 来 小龙说我们所处的位置是秋水河与黄河的交汇处 秋水河携带大量泥沙 挤占黄河水道 黄河河床由四百米宽猛缩为八十米 在这样一个危险之地捕鱼 小龙面不改色 心不跳 在当地人眼里 只要是他撒下去的鱼网 就没有一次是空着上来的 他真有这么厉害吗 哎 小龙 咱们现在这撒网 这捕的是什么鱼啊 鲤鱼 鲤鱼啊 黄河水在湍急的水中间 作为味道调查员 我曾经在黄河岸边 以垂钓的方式与黄河鲤鱼过招 为了适应水中的泥沙环境 黄河鲤鱼的鼻孔中间 进化出独特的瓣膜 能有效阻挡沙石进入 黄河水还赋予它一身金鳞赤尾 因为喜欢在湍急的水流中冲浪 黄河鲤鱼有着紧实鲜美的肉质 无论是糖醋鲤鱼还是老烧鱼 家住黄河边的人们 都将这种地方食材 烹出了好味道 那么在汽口古镇 我能看到怎样的烹鱼之道呢 那还得看看小龙的网里 有没有收获了 咱看看今天能不能有鱼啊 一般来说能有吗 有有有 真的吗 这个就是咱们的黄河鲤鱼是吧 来看 你看 还是说有就有了 来我看一下 看到没有我们的黄河大鲤鱼 小龙果然是捕鱼高手 对水情的了解 让它不费力气就能有所收获 划过极流 它又带我来到一处 水流相对平缓的地方 小龙 这个地方好像平稳多了 而且这个旁边好多鲤尾 咱们在这儿要找什么呀 我们在这儿收下地笼 这就有一个是吧 这个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 还有别的地笼吗 有有有 还有几个 看这个笼子有吗 我看拴了一个绳子是吧 真有鱼 这是什么鱼啊小龙 鲜鱼 鲜鱼 这是黄河鲜鱼是吗 那这跟普通的鲜鱼有什么不一样啊 它有两对虎须 体型形成长特别好吃 号称和鲜之王特别好吃 号称和鲜之王 黄河鲜鱼身体通黄 因为生性凶猛 擅长捕食其他鱼类 所以肉质极为肥美 对 狼尽